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次的影片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资料库 PARMAN 此为本次内容的大纲 那么PARMAN是个什么样的资料库 它是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国家生技资讯中心 所建制生物医学相关的索引栽药资料库 收录的主题以生命科学为主 包括临床与基础医学、护理、牙科学、资讯科学与航太科学等 另外它也不单单只是个索引栽药资料库 它还有提供部分免费与付费的全文连接服务 让你可以找到相关的全文资料 其中也包含即将出版的医学文献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MEDLINE资料库 MEDLINE及PARMAN这两个资料库的建制单位 皆为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简称NLM 而MEDLINE也同样是生物医学所在行的资料库 内含约5400多种的期刊 那如果进一步区分这两个资料库的话 其实PARMAN我们会称之它为一个资料库平台 例如像是OVID、EBSCO Host 都是一种资料库平台 里头收录了各种不同主题范畴的纸资料库 PARMAN也属于一种资料库平台 它里头不仅完整的收录了MEDLINE的内容 还包含其他尚未收录进MEDLINE或其他进NLM审核 但非MEDLINE收录范围的生命科学相关的文章 在正式介绍资料库前先跟各位介绍 复习一下一些我们在使用资料库进行查找时 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其实查找资料库跟查找Google一样 我们都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检索 那么什么是自然语言检索呢 就是想到什么就答什么 下一个符合你研究主题有意义的词汇 再来便是可以搭配布林逻辑与刮糊使用 布林逻辑就是end or not 你可以利用布林逻辑来组合关键字之间的关系 而刮糊则是从数学运算里的运算符号 被放置在刮糊里的内容会被优先处理 例如我们想要查找烟或酒与乳癌之间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查找烟酒有关的文章 再从这些文章进一步查找跟乳癌有关的文献 那么在下关键字查询时 我们就可以下烟或酒并用刮糊刮起来 表示我们要先查找这两个相关的文献并做连击 之后再与乳癌以end来做交集 以示意图来看 我们最终就可以找到这一个范围的文献 而我们在近视音英语词汇检索时 可以用到的双引号 被双引号夸注的内容表示要被精确的搜寻 也就是说搜寻到的内容需要包含跟双引号内的内容 一模一样的文字 其中字词的顺序也一样要相同 例如你搜寻Healthcare Service 并且前后加了双引号 那就不会查找到Health Service 另外也还有一个查找英语词汇时 也很常使用的检索符号 便是新号 我们又称作万用字员 因为同样的英文单字可能会有时代与字根的变化 这时我们就可以使用新号一次查出同一个词汇 不同字尾形态的内容 例如Etica添加了新号 便可以查到Etica Etics等的内容 最后常用的检索技巧 还有限定检索栏位 你可以限定你下的关键字 要在哪一个栏位去检索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查找Nature这本期刊里的文章 那么你就可以限定要在期刊名这个栏位 搜寻Nature这个关键字 这样就不会查找到其他很多 只是单纯有出现Nature这个词的文章 那相对于想到什么就达什么的自然语言检索 与之相对的还有控制语言检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下的检索词 是属于一种控制语言 那么什么是控制语言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同一概念 或同一种东西有不同的说法 简单举例的话 例如马铃薯 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土豆 那控制语言就是针对同一概念 采用特定的词汇 而多个控制语言的合称 我们又称作主题词表 一篇文章通常会涉及多个概念或主题 也就是说涵盖多个主题词 而在一些专业的领域或资料库中 有其专属的主题词表 那在生物医学领域 PARMEN及MEDALINE这两个资料库中 所采用的主题词表便是MESH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医学主题词表 因此MESH也可以说是PARMEN及MEDALINE 这两个资料库的说音点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Near pressure Tumors Oncology Cancer 这几个词都与肿瘤这一概念有关 我们下这几个关键字去做搜寻 都可以找到与肿瘤相关的资料 而在MESH主题词表中 便使用Near pressure 这个概念作为代表主题词 方便使用者利用主题词 就可以找到一次 有关于这个概念的大多数文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以上的Cancer 或者是Oncology 这几个词是自然语言 而Near pressure 这个词则是控制语言 那在此一章节 我们便进一步介绍 什么是MESH MESH医学主题词表 它的全称为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它是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针对生物医学领域 所整理的标准词汇控制表 对同一概念采用固定的词汇 也就是主题词MESH TUM来表达 有了控制词汇 我们就不用针对同一概念来思索 太多可能的用语 也不用担心自己查询的词汇 与作者使用的不同 那它的用途在于可以组织文献 几乎所有收入于Partman的文献 皆由领域专家依据文献内容标注 适当的主题词 因此可以方便我们利用主题词 可以一次查找到与此主题概念相关的所有文献 而Partman及Medalign这两个资料库 都有采用MESH作为主题分析的依据 也就是说收入在里头的文献 基本上都有专家标注的MESH主题词 但也并非所有在Partman的文献都有MESH TUM 文献本身没有收入在MEDalign Partman新收入的文献 或者正在加工的文献便会没有MESH TUM MESH医学主题词表目前约有2万多个主题词标目 它是以树状结构来呈现阶层组织 可以显示主题词之间的隶属关系 例如Neopresent这一个词汇被收入在MESH主题词表中 那么在Score Note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词汇的意思 而在Enterton这边则可以看到与其相同概念 或所涵盖代表的相关词汇 刚刚有提到MESH是以树状结构来呈现阶层组织 而一样以Neopresent这个词来举例 你可以看到Neopresent底下还有囊种这个词 而在囊种底下还可以再细分成 蜘蛛魔囊种、骨囊种、腮流等 而骨囊种底下也还可以继续细分 这时候以上下阶层的概念来讲 我们可以称作Neopresent为广义词 而底下这些则为狭义词 而位属于月上层的主题词呢 则代表其主题亦涵较广 而月下层的主题词亦涵为专制 因此在MESH主题词表中 主题词旁还有加号的表示其底下还有下层所属的狭义词 而收录于MEDLINE的每篇文献都会经由领域专家阅读后 依据内容主题标注适当的Mesh Turn 因此你在Podman搜寻到的文章中 几乎都可以在文章的介绍界面中 看到这篇文章被标注的Mesh Turn为何 另外这些Mesh Turn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成主要主题与次要主题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你可以看到有些Mesh Turn后面 它被加注了信号 有信号的表示为主要主题 代表为这篇文章核心探讨的概念 而没有Mesh Turn的呢则为次要主题 因此我们也可以透过Mesh Turn快速的了解到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重点为哪些 Mesh Turn主题词与我们一般常用的Keyword的关键字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首先Mesh Turn不一定会出现在内文之中 因为之前有提到过针对同一概念的事物 不同人之间会有不同的用语 而Mesh Turn只可以看作这些用语的集合 故Mesh Turn仅代表文章题集的概念或主题 但字词本身不见得会出现在内文之中 而Keyword的关键字是从文章中找出 可以代表文章的字词 故会出现在内文当中 那词位的标注者是谁呢 Mesh Turn是由NLM所聘请的领域专家 阅读过文章后从Mesh主题词表中 给予适当的主题词 而Keyword则是作者本身选出的可代表其文章的关键字 能否代表文章的概念 Mesh Turn它是可以代表的 其中它又可以再进一步区分为主要探讨的主题与次要探讨的主题 而Keyword就不一定了 最后这两个字词的优点分别在于 使用Mesh Turn查找就可以不用担心漏掉同一词或者是同概念的文献 并且查找到的内容也会较精确 而使用Keyword的查找则是较方便与直觉 并且表达的方式也比较自由 可以查找到比较新颖的字词的文献 本章节进入到Partman界面的介绍 在开始介绍Partman的界面前 先跟各位说明要如何从图书馆的网页进入到Partman 有两个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图书馆首页的右下找 热门资源里头的资料库 或者是上方选单中 电子资源底下的资料库 都可以进入到我们图书馆的资料库总览页面 进入到图书馆资料库的总览页面后 你可以依照资料库名称的排序 选择披开头的资料库 或者直接在上面这个database title search的搜寻框中 直接输入资料库的名称后 都可以找到Partman这个资料库的连结 此为Partman资料库的首页 首先在正中央你可以看到 一个像google的搜寻框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搜寻框 输入关键字后进行搜寻 再来右上角这边 则可以登录取得其他个人化的服务 而下方这四大块针工具 则有左字有 分别为使用说明 一些资料库的使用说明与教学 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再来是检索工具 除了直接经由上方的搜寻框下 关键字检索外 Partman还有提供进阶检索 与临床文献检索等特定的搜寻工具 另外也有提供一些可下载的资源 最后则是可以其他可以查找下 Mashton或者是Journal相关资源的工具 那我们在首页的搜寻框 直接下关键字或相关检索条件 并按下后方的社区按钮后 资料库便会根据你的检索池去进行检索 并跳转到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首先正中央你可以看到 资料库帮你检索出来的相关文献与笔数 右上角则可以调整底下这些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 与显示的格式 左手边这边则提供了筛选工具 让你可以进一步依据出版年代 文献类型等去限缩检索结果 而在左上方这边则提供了 汇出、储存的功能选项 让你可以将底下的检索结果 儲存或汇出 进一步细看检索结果页面中的内容 在左上方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这次检索出来的文献笔数 然后底下的每一笔书目的概要资讯 其中包含文章的篇名、作者 在partman里面的文章识别号 该篇文章的资料来源 与文章的类型、与状态等 点文章的名称连结进去 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篇文献的书目资料 在书目资料的页面中 正中央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书目资讯与摘要 右上角则提供相关全文的连结 若是免费公开或者是我们学校有订购到的文章 便可以取得全文 底下提供此书目的引文格式 然后此页面的快速导览 右上角呢 则提供将此篇书目储存、汇出等的功能 画面左右两边的箭头 则分别可以跳转到统一检索结果中 前后一笔的书目资料页面 最左上角呢 则提供连结可以返回到 解锁结果的页面 同样在文章的书目资料页面中 页面往下拉可以看到有关于这篇文章的延伸资料 其中像是与此篇文章相似主题的其他文献 与此篇文章的参考文献 再来则是这篇文章被标注的Mesh terms 其中又可以再进一步续分 有标注新号的主要主题与次要主题 进而还有提供这篇文章所提及的相关物质 相关的临床资讯与相关的连结 如全文连结等资讯 回到检索结果的页面 右上角这边有提供 调整检索结果排序与显示方式的选项 你可以根据需求来调整显示的内容 再来还有一个是可以帮助你较快速 找到所需资料的功能 便是可以将检索结果 再进一步依据筛选条件来做筛选 在检索结果的页面的左手边 系统预设了几项常用的筛选条件 如全文取得文献的属性 文献的类型 初版年的范围等 你可以依据想要查找的资料类型 将所需的筛选条件打勾 例如你想要查看近一年临床研究 与系统评论类型的文献 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你便可以勾选临床研究 与系统评论的文献类型 然后底下初版年的地方 再选取近一年 它便会将检索结果 依据你的筛选条件 勾选出来符合的检索结果 若左边系统预设的筛选条件 没有所需的选项 底下这边还有个 添加筛选条件的按钮 里头分成了七个种类的筛选条件分类 如文献类型 研究对象的物种 文献的语言 研究对象的性别 文献的主题类别 文献的来源期刊 研究对象的年龄成等 而在其中将你所需的筛选条件打勾 并按底下的show的按钮后 你就可以看到 原本检索结果中的筛选工具列 就多了你刚刚添加的筛选条件 便可以进一步利用这些筛选条件 来进一步线索你的检索结果 本章节进入到检索方式的介绍 Podman資料库其实在首页的这个搜寻框 便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后进行检索 故在本章节中主要会介绍一些特定的检索方式 如你要查找特定作者出版的文献 你便可以在这个搜寻框打上作者的名字 那输入的原则则是姓氏、空格 然后名字的首字缩写 若是多人作者的情况 则同样是输入作者的姓氏 然后空格兼名字的首字缩写 而作者1跟作者2中间 则在以空格或者是大写的and的连结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作者的名称后面 加上方瓜湖里面是TA 表示该关键字要限制在期刊栏尾进行搜寻 第二个方法则是在Podman首页 点选Expro底下的Journal 它会跳转到查询Podman期刊的页面 在此页面的搜寻框中 你可以输入期刊名称、缩写、主题或SSN号 来查询所需的期刊 搜寻出来的期刊 可以先确认期刊资讯是否所需的期刊 若是的话则可以点选添加至右方的搜寻框中 然后再点选SearchPodman来进行搜寻 第三个方法则是适用于你今天看到某篇文章后 希望可以再进一步查找搜寻这篇文章的期刊 所搜寻的其他文章 在文章的书目资料页面中 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被搜寻在哪一个期刊之中 并且期刊的名称有蓝色的超连结 点开之后点选Search Improvement 你就可以看到资料库直接帮你代入 并且限定查找此期刊相关的文章了 以上是适用于查找特定作者 特定的期刊文章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我们平常最常 也较方便使用的关键字搜寻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便有提到 在Partman首页的搜寻框中 我们都可以直接达上关键字来进行检索 而输入的原则就在于有多个关键字 要同时查找时 不同的关键字之间要以空格来做区隔 例如我今天想要查找 烟酒对罹患乳癌的研究 那么根据我的问题可以拆解出 烟酒乳癌这三个关键字 然后我们就可以运用之前提到的一些检索技巧 像布林逻辑 烟酒先用偶尔加方瓜糊组合起来 再以and与乳癌去做交集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将关键字限定在检索的栏位 如这个例子便是将烟酒精以存 这几个关键字限定在title的栏位要进行检索 那么除了直接在首页的搜寻框进行检索外 Partman还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进阶检索 进阶检索的画面如下 上头提供下拉式选单 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所下的关键字 要在哪些栏位进行查找 底下检索的历史则记录着你的每一步检索步骤 与所下的检索指令 中间则为检索指令的输入框 你可以自行在这个输入框输入所需的检索指令 或者也可以经由上方的线索栏位 与下方的检索历史 自动添加检索指令到这个检索指令输入框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再去组合之前的检索历史 接下来更进一步介绍Partman的进阶检索 首先是线索栏位 在左手边的下拉式选单中 你可以自行挑选想要限制查找的栏位 接着在右方的输入框中打上你的关键字 选取所需的布林逻辑后 系统便会自动生成检索指令添加到下面的检索指令输入框 若你有不同的关键字 要在不同的检索栏位进行查找 或者是进一步使用布林逻辑做组合的话 便可以逐次将检索条件 依序添加进这个检索指令输入框 或者也可以直接在这个检索指令输入框 自行添加或做修正 再来则是检索历史 在parman你每进行一次检索系统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检索代号 在本区你可以看到8小时内最近100笔的检索记录 并且会自动移除重复的检索记录 在query这边你可以看到每一次检索所下的检索指令为何 后方则是本次检索所查找到的检索资料比数 点击数字的超连结可再度连结到该次的检索结果页面 另外左手边三个点点开也提供其他选项 例如你可以将所需的检索指令建立新讯通知 每当有相关的新记录收进资料库时便会email通知你 或者也可以将该次的检索指令添加回检索指令的输入框 因此这个检索指令输入框中的内容 你可以由限缩栏位加入 选取所需的栏位打上关键字便可以带入到这个输入框中 也可以由检索历史带入 在检索历史中 Asians这个更多的功能便能将之前执行的检索指令 重新带回输入框 或者你也可以自行输入 在输入框中直接打上关键字 与相关检索的指令 而在自行输入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利用检索历史的代号 搭配布林逻辑 将不同的检索结果组合再查询 而在输入框中编辑好你的检索指令后 便可以直接按后方的摄取进行检索 或者是将旁边的勾勾符号点开 里头有一个添加进检索历史的选项 你便可以直接将检索结果 直接带入到底下的检索历史当中 而不跳转到检索结果的页面 在你需要知心或者是组合多个检索指令的时候 这个功能便能方便你不用一直在跳转 或者是切换页面 在使用Partman进行检索时 不得不提的是它有一个好用的自动比对机制 能够自动扩展你的检索词 将你的检索词自动先于Mesh主题词表 比对并进行转换 进而扩大整个查询结果 这个比对机制主要适用于进行自来语言查询时 也就是你直接在输入框打入关键字 并进行检索的时候便会自动启用了 但需要留意的是 有以下的情况便不会自动启用这个比对机制 查询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第一种情况是当你想要精确查找 而在你的检索词汇也就是关键字的前后 添加了双引号 第二种情况则是在解关键字的前后 添加了切解符号 例如星号、万用自圆 最后一种情况则是 你将关键字限定在特别的栏位来进行检索 以上三种情况 系统在进行查找时 便不会启动 与Mesh主题词表自动比对转换的功能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直接在输入框打上Cancer 作为关键字来进行检索 添单只是打上一个单字 但实际上 Partman已经自动将Cancer这个词 自动扩展成一长串的检索指令 再进行检索 其中如自动加上复数 进行动名词的变化 与时态的转换等等 另外还有我们方才提到的 它还会自动与Mesh主题词表去做比对 帮你找出该关键字可能的主题词为何 并一起加入搜寻的范围之中 而如果你今天下的关键字前后加上了双引号 这就属于不启用比对机制的状况 也就是系统就只会依照你所下的检索指令进行检索 而不会再自动扩展查找其他相关的词汇 那么你可能会疑问 有无启用比对机制的差异为何呢 同样以输入Cancer这个关键字来看 若有启用比对机制 你可以得到约400多万笔的检索结果 而如果没有启用比对机制的话 则是找到约2万多笔的资料 在检索结果的数量上 可能就会像这样子有明显的差异 故有比对机制的用意就在于 系统会尽可能的把你自动找出Partman里 所有与你下的关键字有关的资料 有这样的比对机制自然在检索上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虽然系统会自动将关键字比对主题词 将你所下的关键字扩展后再进行查询 但不见得系统比对到的主题词一定符合所需 这时候可能就还是会有其他可能移漏没有被检索到的资料 或者是有时候直接用关键字检索到的检索结果资料 过多不易筛选 或检索出的文献不是很符合所需 感觉不够精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另一个检索工具 叫做Match Database 也就是利用Partman特有的Match主题词来去检索 这时候检索到的检索结果 就会相对于直接用关键字检索来的精确 那么Match Database这个工具在哪里可以使用呢 同样来到Partman的首页 在右下角Explode底下 就可以看到Match Database的连结 那么一样可以看到它有提供一个输入框 直接在这里输入关键之后便可以去查找看看是否有相对应的Match主题词 那在这里输入关键字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建议使用全称来进行查询 不要用简称或缩写 同样以Cancer这个词为例 进行查找后它会找出与你的关键字相关的主题词 你可以查看哪个主题词比较符合所需 如在此我们可以看到Cancer这个词在Match主题词表中 所使用的控制词汇为Neuropecent 每一个主题词下都有关于这个主题词所涵盖范围的描述 我们也可以点名称的连结进去 进一步查看有关这个主题词的内容 点进去主题词的页面后 由上而下分别是介绍这个主题词涵盖范围的范围柱 再来则是此主题词适用的相关副标题 也就是可以进一步查找与主题相关的其他面向 如我想要查找有关如何预防与控制肿瘤面向的资料 我就可以进一步在这里做勾选 在底下则提供两个选项 让你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去限缩你的查找范围 上面第一个选项的意思是 选择是否限定该主题词为主要的主题 若勾选则表示你查找到的文献 这个主题词都属于该文献主要探讨的概念之一 而下方这个选项则是限定系统在进行检索时 是否要自动南瓜词主题词的下一词 我们在前面介绍Mesh的单元中有提到 Mesh主题词它是呈现竖状结构的 越上面的主题词所涵盖的范围越广 越下位的主题词则越专止 而在使用Mesh主题词进行检索的时候 系统会预设自动查找开主题词下所涵盖的下位主题词 也就是下意词 来扩展检索到的文献范围 而这个选项如果打勾了 则代表不要让系统同时也去查找其他下意词的资料 再来最底下这边你可以看到目前这个主题词 它所位于Mesh主题词表中的哪个阶层 然后它的上位词和下位词分别有哪些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下意词也可以在这里看到 确认好这个主题词是否符合所需 便可以将它添加入搜寻框之中 然后Search Impartment 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你今天时间比较短想快速查询相关文献 查找到的检索结果较广泛 可以利用基本检索 也就是自然语言查询 检索的步骤可参考以下 首先确认你要检索的主题 将问题分析 并列出与此主题相关的所有关键字 有了关键字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检索 进行检索时 关键字之间可以搭配布林逻辑来使用 搜寻出的检索结果若太多 我们就可以利用筛选条件 来进一步线索检索结果的年代 文献类型 研究目标的年龄性别等 而若你今天有较长的时间想要深入研究某一主题 希望检索结果可以更加精确 并可利用进阶检索 与利用主题词来进行检索 检索的步骤有以下 同样是都要先确认检索主题 列出可能的关键字 再来是将每个关键字 利用match database比对主题词表 确认其所对应的主题词 若真找不到相对应的主题词时 则符以关键字来搭配查询 确认了检索主题所需要用到的主题词为哪些 并进行检索后 便可以利用进阶检索中的检索历史 将上述各个检索历史进一步组合再查询 而查询出的检索结果 也可以利用筛选条件再进一步做限缩 另外再跟各位介绍一个可以便利查询 实证导向文献的工具 方便你就临床问题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关的文献 减少自行定制 输入检索策略的负担 这个工具可以在partman的首页放栏位底下找到 叫做clinical query 点击连接进入此项工具的页面 其中你可以看到这项工具主要提供你查找临床研究 系统性评论 还有遗传学主题相关的文献 方便你作为筛选出更精准的临床文献的辅助 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在上头这个输入框 输入与你的临床问题相关的关键字 便可以进行搜寻 其中输入的关键字可以包含布林逻辑 也可以利用检索历史的代号来进行检索 底下这边则为检索出的结果 它分别就临床研究 系统性评论 还有遗传学这三个面向列出相关的文献 所检索到的文献 也都可以透过文章标题的连结 查看该篇文章的书目资讯 而在临床研究的面向 也进一步提供文献研究种类的筛选 而在遗传学相关面向的部分 也提供主题类别的筛选 那你可以根据需求在进一步的线缩检索结果 那在每一个面向的检索结果之中 都需要按CO这个按钮 此一面向的搜寻结果才会出现在检索历史之中 不然就只会停留在本次检索的这个页面之中 本章节分享检索实例 提供进行检索时的参考 在此我们举的例子是想救 鱼油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吗 这个问题查找出相关的文献 那从这个题目中 我们可以先抓出两个主要的关键字 就是鱼油与老年痴呆 我们想知道这两者间的关系 那鱼油的英文为fish oil 而老年痴呆又叫做阿兹海默症 故英文这边我选用as hammer 那在之后进行词剂检索时 我其实可以从中得知 fish oil在mash主题词表中 所使用的主题词为fish oils 而as hammer的mash主题词则为as hammer dizzy 有了关键字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检索了 来到parman的首页 首先我先进行mash检索 进入mash database 先检索我的第一个关键字fish oil 在检索结果中 你可以看到与鱼油相关的mash主题词 那在第一个便可以看到 我们所要查找的fish oils 那我可以点标题的连结进去 详细确认这主题词所涵盖的意涵 除了该主题词的范围描述外 你还可以透过entry terms 这里看到主题词还涵盖了哪些相同概念的词汇 确认这个主题词是否符合我们所欲查找的概念 也可以在底下这边看到fish oils在mash主题词表中所在的位阶 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更广泛或更专制的主题词可以加入之后的检索策略中 再来我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限定查找这个主题词特定面向的文献 与是否要限定于主要主题的范围 或者是是否不要包含狭义词来扩充查找 那若我们预设一开始希望尽可能的查找到所有相关的文献 不要有所遗漏 我们可以先不要特别勾选 先查看检索出来的文献有哪些 若检索结果的内容过多 再回来进一步做勾选限制 顾我这边直接将该主题词加入搜寻框中 然后点选search partman进行本次的检索 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可以看到使用fish oils这个主题词来查询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加入别的查询词 顾我这边先回到partman的首页 再继续进入mash database来查询下一个主题词 回到partman的首页 我们再次进入到mash database 输入下一个关键字来查询符合所需的mash主题词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我输入as hammer进行查询 可以查找到as hammer dz 为符合我们所需的mash主题词 那一样可以再点选标题的连结 进一步查看此主题词的资讯页面 可以再次确认这个主题词所涵盖的词汇概念外 可以再决定是否要限制插找的范围 像是在相关面向的部分 其实如果想要更精确的查找的话 可以勾选perfection and control这个选项 限缩查找预防与控制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文献 那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查找所有有关的文献 故我这边一样先不做限制 直接将这个词加入搜寻框中 然后按searchparman进行检索 那么只用mash检索就好了吗 如果只用mash检索可能会输漏一些 没有被标注mash turn 也就是mash主题词的文献 如以下状况的文献便会被遗漏 parman新收入尚未被标注mash turn的文献 正在加工标注mash turn的文献 本身便不包含mash turn的文献 再来是在mash database查询时 不见得可以找到符合所需的mash turn 因此如果今天你觉得查找到的检索结果太少 或者是希望可以尽可能的查询到所有相关的资料 不要有所遗漏的话 可以搭配关键字检索后 再组合两者的检索结果 刚刚我们执行了shammerdz的mash检索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进阶检索 搭配其他字词进行关键字检索 在进阶检索中我们可以使用上头的限缩栏位 或者直接在底下的输入框分别打入各个关键字 像最一开始提到的shammer 必须欧有或其他相关的词汇等 在这里并不限于主题词 而是单纯的作为关键字在进行检索 输入好关键字之后 我们可以点开社区后方的下拉按钮 利用add to history的功能 将各个关键字的检索结果 直接带入检索历史之中 这个功能 与直接按社区的差别在于 系统在进行检索后 页面不会跳转到 检索结果的页面 而是会停留在此页面之中 然后将搜寻结果 直接带入到底下的检索历史 很适用于我们想要组合 不同次的检索结果 来进一步的找到符合所需的文献实 因为它免除了我们 在每一次自行检索后 还要从检索结果的页面 切换回进阶检索 继续下一个检索 而不断的在这两个页面 来回切换的困扰 看到检索历史的区块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前几个步骤中 Xhammer、FishOil 这两个词分别作为Mesh主题词 与直接当关键字检索的步骤 与检索结果的比数 其中有方瓜胡标注Mesh的 是我们利用MeshDatabase 检索出来的结果 而没有标注Mesh的 则为一般的自然语言 也就是关键字检索 在所需的关键字都检索完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组合 之前的检索结果 组合的原则则是可以将同概念 或者是同一词之间的检索结果 以OR来做连结 比如说FishOil 分别作为Mesh主题词 与自然语言检索的步骤一 与步骤二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头的输入框中 打上检索历史的代号 然后之间以大写的OR作为连击后检索 那记得OR的前后 需要加入空格 底下的步骤五 便是步骤一 二 连击后的检索结果 而虽然我们这里可以透过Actions的功能 来将检索指令添加回检索框中 但我这里主要还是使用检索历史的代号 来组合各个检索结果 使用代号的优点在于 方便之后可以随时调整检索的组合 也避免检索指令太多繁杂 之后不易辨识 再来则是将与Azheimer这一概念有关的步骤三 步骤四 以偶而做连击后便可以得到步骤六的检索结果 那因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想要知道 鱼油与老年痴呆间的关系 所以最后是要将这两个概念的步骤五 步骤六 以And做交集后检索 便可以得到与这两个概念相关的文献 那这边给大家看 只用Mesh检索跟结合Mesh与关键字检索 这两者在检索结果比数的差异 步骤八为只使用Mesh检索 得到346笔的检索结果 而步骤七则为Mesh加关键字检索 得到614笔的检索结果 可以看到使用Mesh加关键字检索 所能得到的检索结果较多 不过虽然Mesh检索得到的检索比数较少 但检索到的文献通常会相对精确 那我们可以点后方 检索结果比数的连结 进一步检视搜寻到的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列表的左上方 可以确认本次搜寻到的检索结果比数 而一开始系统预设显示的排序方式 为最佳匹配 会将最有关的文献显示在最上方 若希望更改排序的依据 如想看最新的文章 则可以透过Display Options的选项再去做调整 或者我们还可以透过左手边的筛选工具列 根据限制条件来显示检索结果 而除了预设限制条件外 底下还有提供更多类型的选择 如想要查看临床研究 系统性评论相关的文献 则可以将这些条件选项打勾 让其显示在预设的筛选工具列中 而勾选了所需的限制条件后 你可以看到检索结果比数的变化 底下也会显示目前所限制的条件为何 若要取消其中的某个限制条件 则再将其的选项勾掉即可 而若想一次清除所有的条件设定 回到最初的检索结果 则可以点选上方的Clear All 而若没有清除这些筛选设定的话 则此限制条件会自动沿用到 下一次的检索结果当中 那检索结果的文献 我们都可以透过文章的标题连结 进一步的查看该文章的书目资料 在文章的书目资料中 我们就可以透过摘要 或者其被注的Mesh Term 也就是主题词 来快速了解本篇文章 所讨论的重点为何 那这里再提醒一次 有被MadeLine收录的文献都会有Mesh Term 反映出该篇文章所涉及的主题 若在主题词后面有标注信号 则为主要主题 若没有则为次要主题 当查找到了所需的参考文献后 我们也许会需要将那些文献儲存 或汇出到其他书目软体 已被日后研究所需 故本章节介绍如何将检索结果 儲存与汇出 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每笔书目前面都会有个合取方块 你可以自行勾选要儲存的文章 勾选完毕后 找到上方汇出的工具列 点开Save的选项 设定好要汇出的规格后 并可以点选Create File 将这些书目资料依所需的格式 下载成TST纯文字档 或者CSV档 方便你之后再去整理相关的书目资料 而若不想要下载成纯文字档 而想直接将资料Email给自己 或分享给他人的话 则一样先选取所需的资料后 点开上方汇出工具列的Email选项 填写预计去的电子邮件 与显示的规格后 勾选验证 便可以点选Send E-mail 将所需资料Email出去 那如果你会进行多次检索 得到多个检索结果 并且分别都会有要儲存的书目资料 则可以利用剪贴簿的功能 将所需的书目资料先暂存到剪贴簿后 再一次汇出 而使用的步骤 一样先勾选所需的书目资料 再点开上方汇出工具列的Send to选项 点选第一个Quitable 剪贴簿 它会显示出添加成功的讯息 那你可以点选讯息中跳转至剪贴簿 页面的连结 或者在剪贴簿有儲存的资料后 上方也会出现个Quitable的连结 点选后同样可以来到剪贴簿的页面 在剪贴簿的页面中 依旧可以在上方找到汇出工具列 再可以依需求将暂存在剪贴簿中的书目资料 下载或者Email保存 另外在Send to选项中 也可以选择存入在个人的书目或者收藏当中 但这两个功能是需要登录个人账号才可以使用 而若是有在使用像Anode等的书目软体 则可以点选Citation Manager 将储存的书目打包下载下来后 直接汇入到书目软体中 一次最多可以汇出1万笔书目资料 那在剪贴簿里的资料不特别删除的话 可以保留8个小时 若你会需要长时间研究某一临床问题 或者经常留意某一领域的资讯 会长期关注某一权威作者或期刊的资讯 又或者已经进行了多个步骤的检索 希望能将检索策略儲存起来 日后有需求时 就不用再重新进行一次繁琐的检索步骤 那么Create Alert建立新闻线通知 便会是个便利的功能 将相关的检索策略儲存起来并建立通知 当日后有新闻线被收录至Partman 并且符合储存的检索策略时 系统便会第一时间Email通知你 方便你随时接收到最新的文献资讯 不过此功能需要登录个人账号才能使用 若没有账号者可以先去免费注册一组账号便可以使用 建立新闻线通知主要可以在两个地方做设定 第一个地方是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 搜寻框底下便有个Create Alert按钮 点下去后便可以自行依需求填写儲存的名称 设定通知的频率 显示的内容格式 通知的文献数量等 也可以自行编辑当系统寄发Email通知时 要作为提醒的留言 最后记得设定完要按Save儲存 本次的检索策略才会存入个人的账号中 第二个建立新闻线通知的地方 在进阶检索的检索历史中 每一个检索步骤 它都有记录该次检索所下的关键字为何 那我在这里先打个小叉 我们在之前的检索方式的章节中有介绍过 帕面有个在进行自然语言检索时 会自动比对Mesh主题词表的比对机制 那那个比对机制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呢 在右方Details的箭头的地方点开后 它便会展开 显示出系统实际上进行检索的指令为何 你可以看到我们虽然只下了短短的一行检索指令 但实际上系统已经自动为我们下的每一个关键字 做排列组合的扩展查询 底下Translation里头 也有分别说明它分别替每一个关键字 做了哪些变形拓展 回归创建新闻线通知的正题 在Action底下三个点的选项点开 里头便可以看到Create Alert的按钮 那一样做好个人化的通知设定后 记得点选Save儲存 那么之后有建立检索策略的新闻线通知 当有符合的新闻线收入进Podman时 系统便会寄发Email通知 让你可以快速看到最新的文章 在介绍如何儲存检索结果的章节中 我们有提到像是儲存数目到个人书单 或进行新闻线通知等功能 需需要登录个人账号才可以使用 故本章节将介绍如何使用Podman的个人化服务 那要使用个人化的服务前 需要先登录个人账号 在Podman首页的右上角的地方便有个login的按钮 若没有账号则可以直接使用Google账号登录 或者于底下sign out的地方先去注册一组免费的账号 登录后先点开个人的资料 点选Dashboard 可以进入到个人化的选单界面 在个人的选单中 由左至右的区块分别为 儲存的书目资料清单 最近的检索历史 儲存的新闻线通知 收藏的书目资料 最后则是客制化的筛选栏位 那么其中每一个区块都可以再根据需求 进一步的去做编辑设定 本次Podman的介绍在此告一段落 其他更多的资源欢迎上图书馆网站 谢谢您的观看